歡迎回來 加拿大禁止外國人購房法令 正式生效 自1月1日起 加拿大禁止外國買家購房令正式生效 這項禁令意在緩解全國住房危機 遏制投機活動 專家質疑此舉無法根本上解決可負擔住房問題 都已經有過賣家稅了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覺得負財大 也都不會影響到現在需求的炒股 這些年來海外買家在大湖地區 和大溫哥華地區占比已經比較少了 這個房地產市場已經相當低迷了 這個損害了廣大的本地人業主的利益 所以這項禁令只會選上加創 專家表示 政府應增加市場供應 降低貸款利息 改善加拿大人購房負擔力 我們有很多需求 並並不足夠補充 我們不能夠補充到市場速度 這就是會導致賣價稅增加 在增加速度上升 現在這個貸款利率 負擔增高 成本很高 我建議就是把利息這樣減下來 這樣的話 買家的購買能力負擔力才能提高 還有就是房地產開發稅費太高 這個一定要降低 土地開發項目省批的流程一定要快一點 還有一些行業 產業工人的培訓 新唐人電視臺 加拿大記者站報導